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好玩长姿势的DIY汽车养务节目 撸车师兄马自达6翻新系列倒数第三集 原本我是打算把这辆车最后两个需要翻新好的位置 前减阵总成和玻璃膜弄好之后 就抽出下一位拥有这辆马六的幸运老哥 但是前几天一直下雨 然后我们在开这个车的时候 就总能听到车头会传来一些金属的咯吱咯吱的摩擦声 听到没就是这种声音 咯吱咯吱的 特别是在车速变换或者发生颠簸的时候就更加明显了 经过我的一番检查 最后发现这个车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它的前防撞梁看起来有一个非常明显遭到过撞击的痕迹 最夸张的是防撞梁已经明显的生锈了 并且看起来有一些松动 所以才导致金属的摩擦异象 那么这个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 毕竟防撞梁是保护车头的第一道屏障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如何自己动手修复生锈变形的防撞梁 首先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准备的工具还是一如既往的简单 分别是机轮扳手 套筒 万象节 延长杆 螺丝刀 锤子 呆头扳手 铁刷子 气动打磨枪 干磨砂纸 中等强度螺纹紧箍 酒精 防袖纸 以及底盘装甲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步 拆卸已经严重生锈的防撞梁 而要拆卸家用车的防撞梁 首先要拆掉它的塑料前保险杠 分别拆掉上面的两颗螺丝和下面的八颗螺丝 然后轻轻拉开保险杠两侧的卡扣 就可以把整个塑料保险杠拿下来了 当然我们在拆之前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根防撞梁 为什么会发